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十周年 自2013年提出以来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一步步走深走实 已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 那么国家间合作是如何实现互联互通的呢 这就不得不提到藏在海底的全球互联网大动漫 海底光蓝 海底光蓝能有效满足世界各地区对网络带宽的需求 为全球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提速 海底光蓝比卫星传说效率高 比目览覆盖范围全 仅一根海底光蓝相当于于2000颗卫星的传说能力 能够携带数百万的电话数据 以及互联网和视频数据 全球95%以上的国际数据都通过海底光蓝进行传输 就像是分布在地球上的密密麻麻的血管 固建起今天的全球互联网 如此重要的海底光蓝并不是每个国家都能拥有 由于海岚工程设计、制造和安装等环节都应用极其复杂的技术 因此海底光蓝工程的制造与辐射被世界各国公认为超难度大型基建工程 而被网友自封为基建狂魔的中国就是少数掌握此制造技术之一的国家 并在电缆辐射工程领域占据优势 数字时代发展至今 海岚已经从单纯的通行工具发展成国家战略和贸易发展的关键基础 因此海底电缆网络已成为构建全球信息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 就像一条铺设在海底的万里丝绸之路 在极大的满足了人们通信需求的同时 联通着各国数字经济、贸易的往来与发展 中国联通作为数字丝绸之路的推进者、建设者 在积极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网络大连接能力 全面统筹规划全球海底光满、海岚登陆站和国际关口局等设施建设的同时 也在不断增强一带一路沿线新型数字信息基础设施资源保障能力 让思路精神在数字新时代扬帆远航